演续攻略热播,收视率直线上升,里面的演员更是人气大增,小编也一直在追这部电视剧,看到皇后跳楼的时候,小编都哭死了,可能是小编那点滴吧,看到傅鹏雨令飞擦肩而过的时候,眼泪莫名的流下来了,不知道是不是造物弄人出动了这部电视剧? 下面小编带你们走出悲伤的情节,一起来看演续攻略时出现的弹幕,每一张都超级好搞笑,第一张,这是高贵妃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候,盈唐卓饰演的高贵妃,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不错的,其实小编对于高贵妃的死没有多嫌恨,反而感觉死得太早了,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人已经上吊自剑了,弹幕中出现的话, 真是把小编动了,高贵妃,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,哈哈,第二张,大家都知道,复衡对魏英洛的情谊,一个男人能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做到这些,小编感觉就是打爱了, 由许凯饰演的傅恒,颜值与演技都是刚刚搭,西藏无数,无几年饰演的魏英洛更是直信子,敢爱敢恨,爽快又是非分明,是一个聪明又圆滑的人,看看弹幕上面的留言,预导求你,篡改历史,让他们在一起吧,真不要另飞了,哈哈,这都能想得出来,真是服了这些人了, 第三张,也是傅恒与魏英洛,两人在一起的镜头非常少,可能是结局已经注定,两人又都是民事里的人,所以爱情一直隐藏,从不谈起,看看弹幕,在皇宫,李宝安与清洁宫都不能在一起,是这样子吗? 竟然把魏英洛当成了清洁宫,不就刷个厕所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,宝安形容复衡还是蛮形象的 第四张,魏英洛的这个表情,小编看后也觉得像金星老师,大家觉得呢?当然每个人的审美点都是不一样的,也许你们就觉得不像呢? 欢迎留言给小编,毕竟我们都是喜欢看演习攻略的,你们说是不是呢? 第五张,秦兰在演习攻略,终是演复长皇后,无论是声音还是仪表,都十分形象又逼真 不过看到这个照片,小编也要吐槽一下了,因为这是皇后在所有镜头中最low的造型,不知道设计师是什么眼光,或者说小编眼光low了 再来看看弹幕中话语,本宫就是脾气太好了,给奴才们当歌集 哈哈,哈哈,谁这么有才啊?怎么能想到这句话的? 第六张,太后都被搬出来了,还真是厉害,看看太后找谁惹谁了 弹幕中说,太后的发际现是米老鼠看多了吧 这都能被发现,真是服了这些追剧的人 不过小编仔细看了太后的发型,还真是挺像的 小编自己都忍不住偷偷笑出声音了 你们呢?第七张,首先进入小编眼中的就是一片绿 怎么回事?原来是耳晴与傅恒的弟弟搞一起了 怪不得弹幕上,都是绿色的话语 真是承包包我一年的笑点 看剧情就看剧情吧,就连这都不放过 耳晴你怎么看?看也喜攻略,是出现的弹幕 最后一张承包包我一年的笑点 感谢您观看这篇文章,喜欢记得点赞留言 谢谢了